郭兰站在街边 帮着侯卫东拦了一辆出租车 等到出租车开走 杨娜开玩笑地说 哟 这个侯卫东长得还挺帅的啊 他结婚没有啊 我看你们俩很般配嘛 要不要我来当个红娘啊 去你的 郭兰伸手欲打 杨娜笑着说 哎 我这是好心啊 兰兰 你也老大不小了 老姑娘可不好当啊 哎呀 人家侯卫东有女朋友 在沙州建委办公室工作呢 郭兰与杨娜逛了一会儿街 买了一袋香瓜籽 和杨娜分手之后 坐着公交车 在略显忧伤的路灯光下 慢慢地回到了沙州学院 学院的路灯 隐藏在高大的树林里面 光线透过树叶 昏黄而斑驳 随风跳跃着 树林里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如同月光曲一般 刚一上楼 他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 这是从胃里翻出来的酒味 酒味十足 而且还有着浓浓的酸臭味 郭兰从小就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 鲜花 音乐 蓝天白云才是他的最爱 这一阵刺鼻的味道 令他作呕 郭兰捂着嘴 尖着脚 小心翼翼地上了楼 抬头就看见侯卫东的门口 有一堆黄白之物 郭兰陶也似地进了自己的家门 郭教授和郭师母 罕见地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来来哪 我听说那个侯卫东 调到你们客室来了 哎呀 他刚才啊 喝得烂醉 年轻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到老了才知道 什么钱财啊官位啊 名称的都是身外之物 只有健康 才是自己的 是啊 你看他吐在门外的那一堆 郭师母说 让狗吃了 狗都会被醉死的 郭兰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 一阵干呕 从卫生间出来 郭兰坐了许久才平静下来 他打开琴盖 不知不觉地弹起了月光曲 而这曲子里 却隐隐约约地 总带着一股酒味 早晨不到七点钟 侯卫东就醒了 他总觉得自己 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他在屋里找了一大圈 也没有发现丢了什么东西 他在卫生间里 将冷水开到最大 痛快地冲了五分钟 只觉得神清气爽 昨日的酒气荡然无存 侯卫东又开始怀念 上下清林乡的 两个瑶豆花管子了 纯正的石墨豆花 清凉的井水 丰富的佐料 营造出能在舌尖跳舞的美味 在易阳县城 除了与李京同去的那家面馆 他还没有一家固定的早餐馆子呢 他站在窗边 迎着朝阳的万丈霞光 给小家打了一个电话 小家昨天晚上睡得很晚 这个时候瞪着天花板 称快地说 老公 我还没睡醒呢 你这么早就来骚扰我 哎呀 我昨天啊 也喝多了 组织部 送杨洪瑞到农基水电局任职 顺带给我来了一个接风酒 哎呀 真是醉得稀里糊涂的 小家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那你开车了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 哪怕喝一杯酒 也不能动车 这是死命令啊 必须要遵守 昨天晚上啊 我在赵姐家里打麻将 素哥还专门跟我交代呢 这段时间你要认真的工作 你们那个部长柳明阳啊 是北方人 豪爽倒是豪爽 可是这种性格呢 也有两面性 他要是不喜欢某个人呢 经常是不假颜色的 你可要小心啊 哎 他还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酒量好 他也喜欢酒量好的人 这一点 你倒是不吃亏 哎呀 小家呀 在清临镇吧 好歹我也是个副镇长 也算是班子成员 现在调到了组织部 成了一个普通科员 这种落差 还真有点不习惯 哎呀 老公 小不忍着乱大谋嘛 你耐心的待上几个月 年底啊 就争取调到沙州市委组织部了 哎 小家 八月六号是我们两个人的黄道吉日 你别忘了啊 到时候我请家过来办结婚证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掉 我们专心的结婚 好不好 嗯 这是我们的大事 我怎么能忘呢 自从那天两树加一车之后 侯卫东与小家便决定结婚了 领结婚证的日子 是刘光芬托人找一个半仙看的 侯卫东不信这些玩意儿 只是为了让母亲顺心 这才准备按照母亲算出来的黄道吉日去领结婚证 挂断电话 穿戴整齐 侯卫东拉开大门 一眼就看见自己门前吐的会晤 他这才猛地醒悟 难怪自己觉得有事 原来昨晚放了一个地雷在门口啊 正在紧急地打扫着战场 郭兰开门出来 他就像大姑娘见到了小鬼子一样 捂着鼻子飞快似地逃走了 他远远地回头说 侯卫东 下回不准喝这么多的酒啊 在美女科长面前丢丑 这让侯卫东很是郁闷 打扫完战场 侯卫东这才出门 顺手在路边买了十个小笼包子 边走边吃 八点二十七分 来到了组织部的办公室 侯卫东刚放下手包 屁股还没有挨着椅子 老瞻就走了进来 他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忙着泡茶 随后又窜了出去 把侯卫东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 侯卫东见办公室有些脏 就从门背后拿起了扫把 把屋子打扫了一遍 看到四张办公桌上都有灰尘 又拿起抹布 把桌子擦干净 就在洗抹布的时候 杨娜正好经过 侯卫东啊 各科室的卫生啊 都是轮流打扫的 你们科室怎么天天都是你在打扫啊 杨娜的声调颇高 声音在办公区域回荡 侯卫东飞快地朝四周看了看 见左右无人 心才稍安 笑着说 哎呀 这些都是小事嘛 谁做不都一样 侯卫东出到组织部 还没有弄清楚 部里的这些人事的关系 大小敏感问题 一律回避 争取当一名 循规蹈矩的好科员 十点左右 过篮参加二级班子的会议结束 一回来就宣布 不离二级班子竞争上岗啊 鼓励大家踊跃参加 竞争上岗 犹如一块巨石 扔进了还算平静的水塘 建起了几朵水花 又犯了几圈的涟漪 不过 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侯卫东出到组织部 又时刻准备调到沙洲 很知趣的没有参加报名 他与人无争 并且手中还有一票 在部里的日子 自然也就过得波澜不惊了 就在这十来天 清临镇却发生了不少大事 首先是学习班出现了事故 学员林勇在学习班待了十几天之后 越来越烦躁 最后情绪终于失控了 他将饭碗砸醉 用破瓷片将难得露面的 潮胖子的脸上画了一条娃娃口子 差一点就伤到了进步大血管 潮劫是被免职的前领导干部 在学习班值班 本来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当林勇砸碎饭碗的时候 他刚好在楼上睡完觉 擦掉口水 背着手下楼来看人打牌 刚一下楼 就被从房间出来的林勇 劈头盖脸地划了一下 随即血流如注 林勇的这一击并没有针对性 只是朝捷阴差阳所的正好赶上 所以此次受伤纯粹是运气太差 不过 福祸之间也就是一层纸 他为了学习般受伤 惊动了县里的领导 被输为了整顿基金会的先进个人 听说还有官复原职的可能 林勇当即被抓进了派出所 随后又被刑事拘留了 林勇的一位堂兄是领熙的律师 在接到林勇父亲的电话以后 从领熙赶了过来 他了解了整个情况以后 并不为林勇打人辩护 直接状告清零镇政府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学习班虽然是视线两级政府默许的事情 不过毕竟是非法行为 真要打起官司 大家脸面无光 最后通过协商 林勇被放出了派出所 又从学习班放了出来 林勇的堂兄呢 也就撤了诉 打人事件 以双方的妥协而和解 林勇打人事件刚刚解决 清零镇又出新闻了 前农精站黄勇阁 因为涉嫌接受大笔回扣 被检察院立案侦查 黄勇阁在反贪局 咬着赵永胜不放 却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新任农精站站长白春成 被纪委双规 还有一件事 就是清零镇政坛的 长青树赵永胜书记 突然被调到了 县气象局任副局长 据说县委曾经收到过 一封匿名信 信中有赵永胜的五大罪状 还有一些会议记录的复印件 当然 这只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 清零镇镇长肃明 出任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刘坤 任代理镇长 听说刘坤就这样 当了清零镇的代理镇长 侯卫东半天合不拢嘴 生活就是一台戏 而且这出戏比舞台上的戏剧 更加精彩 更加的出人意外 想着组织部部长柳明阳 正气凛然的模样 侯卫东暗叹了一声 哎 刘坤这几年没什么功劳 不过也没什么明显的过错 顺顺当当的 就成了清零镇行政一把手了 听到这些消息以后 侯卫东数次把黄卫阁 遗失到自己办公室的材料 拿出来品位 他已经离开了清零镇了 往日的争分和他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份材料 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他左思右想 还是将这份材料 深藏在暗阁之中吧 相对于清零镇的风云激荡 易阳县委组织部综合干部科的工作 琐碎又乏味 侯卫东每天按部就班 应付日常性的工作 没有创意 也没有激情 甚至没有自己的头脑 就如一架巨大机器的齿轮 在惯性的带动之下 不断地向前运动着 8月5日 侯卫东开车直奔沙州 根据刘光分算出来的黄道吉日 8月6日 是他办结婚证的日子 到了新月楼的家 等到6点钟 小家的手机终于打通了 他压低声音说 老公 沙州远管局正式成立了 正在开动员大会呢 宣布远管局的班子组成人员 我任远管局技才科的科长 侯卫东听到小家语气很高兴 就说 祝贺啊 祝贺你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不过这远管局是事业单位 你以后啊 就是事业编制干部 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您老公这是我反复想过 建委的重点培养对象啊 都是建筑学院的毕业生 我很难再进一步发展了 远管局是新局 跟我的专业结合得解密一些 发展起来也容易 更重要的是 我不喜欢成天陪领导喝酒应酬 说到这儿 小家突然温柔了起来 我领了结婚证 我就要考虑要孩子了 我想找一个工作时间 稍微正常的岗位 以后 也好照顾孩子呀 想到领结婚证 侯卫东的心里甜滋滋的 那你开了会 早点回来啊 我们要提前庆祝 晚上啊 我们就在家里吃 我们要过一过 纯粹的家庭生活 我还有一会儿就完了 冰箱里有饺子 是我妈昨天拿过来的 等我回来再煮啊 晚上七点 小家才从单位回来 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 侯卫东便躲在了门后 等到小家探头探脑走进来 一下子就被侯卫东 抱在了怀里 小家被侯卫东的抱 勒得喘不过气来 他双手搁拎着一个提包 在空中晃来荡去的 哎呀你轻点 让我把东西放下来 侯卫东右手 轻车熟路地 伸进了小家的后背衣服 手掌触及纤细 温润的后背肌肤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 他亲吻着小家的耳垂 轻声地说 还是自己的老婆好啊 什么呀 为什么 老婆可以乱摸呀 乱摸其他的女人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去你的 小家咬了侯卫东的肩膀一口 你快放我下来 看看我给你父母买的礼物 小家的礼物是两件羊绒衫 他喜气洋洋地将衣服展开 分别在侯卫东和自己的身上比划着 这是内蒙古最好的羊绒衫了 暖和又轻巧 明天我们要领结婚证 回吴海 总要带些礼物吧 这衣服啊 最适合老年人穿了 哎 你别动啊 你的脸上长了一颗小痣 在小家的下巴左侧 长了淡淡的一颗小痣 反倒给小家增添了一丝妩媚 小家听说长了一颗痣 便丢下了侯卫东 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卫生间 对着镜子仔细地照 哎呀 我以前就有这颗痣 只是颜色很淡 一点都看不出来 恐怕 就是这段时间长的 哎呀 听说痣变黑以后容易得癌症 我是不是要得癌症了呀 侯卫东跟在小家的身后 哎呀 你这个脑袋瓜想什么呢 明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啊 我们先来乌山云雨 别想那些没边的事 讨厌 谁跟你乌山云雨 话虽这么说 但是当小家被侯卫东 扛在肩膀上时 他依然觉得 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等到两人在床上安静下来 已经是八点三十分了 两个人平躺在床上 说了会闲话 小家忽然从床上跳了起来 哎呀 坏了 等一会儿单位的几个同事 要来打麻将 我们赶快起来吧 哎 你不是长期到宿部长家里打麻 怎么把战场转到我们家了 小家一边飞快地穿着衣服 一边说 哎呀 到家里来打牌的人啊 都是建伟的人 今天来的谢姐 跟我一起分到了园林局 他以前是建伟的工会主席 现在调任园管局的副局长 他的哥哥 是领袭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头头 小家一个人在沙州 平时闲下来的时候 经常被拉去打麻将 一来二去 也就喜欢上打麻将 这两年 他培养了好几个麻将圈子 较为固定的是 苏明俊家里的圈子 这个圈子以赵秀为中心 来往的都是赵秀的朋友 另一个就是小家家里的圈子 这个圈子是建伟朋友的圈子 两个圈子各玩各的 小家有意没有让他们交集 毕竟苏明俊身份特殊 是稀缺的资源 不能轻易与他人分享 热腾腾的饺子起了锅 两个人围坐在桌前 享受着甜美的二人世界 小家头发披散着 夫如玉 娇如花 侯卫东虽然将这张脸 看得烂熟了 却也没有丝毫的厌烦 他忽然问 哎 我们明天领了结婚证了 那不高就该演起息鼓了吧 小家白了他一眼 小心眼 怎么这个时候提起他呀 我都好意真的没有见到他了 刚刚收拾完碗筷 就听见一片笑声 在门外响起 打开门 便是一片叽叽喳喳的 声浪袭来 谢婉芬是新成立的 远管局的副局长 副处级干部 虽然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在四个女子中 年龄最大 可是打扮的却最鲜艳 一身的大红裙子 相当的耀眼 他上下打量了侯卫东一番 哎呀 久闻大名啊 今天终于一见庐山真面目了 还真是个帅小伙 跟我们小家很般配啊 哎 我们小家可是远管局的菊花啊 你可要有危机感啊 小家在一旁幸福的说 我们明天就要去领结婚证了 三个女子听到这个消息 分辈立刻上扬 一阵惊声尖叫之后 谢婉芬说 远管局后天挂牌 我建议你们小两口啊 后天去办结婚证 我们技才科长的结婚日啊 与咱们远管局的挂牌日在一起 这就是双重喜庆 我们全局的人啊 为你们两个人祝福 闲话聊完 四个人就在客房里摆开了战场 哗哗哗的声音一直响到半夜 也亏了明天要去办结婚手续 这才在十二点半收了摊子 第二天 结婚证办得很顺利 小家按照套路 买了些糖 发给了办证的工作人员 大家其乐融融 带着一盒价格不菲的藏红花 侯卫东夫妻俩 就回到了小家父母家里 上了楼 门虚掩着 张远征和陈庆荣坐在沙发上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等着女儿与女婿 张远征的心里 着实有些复杂 她拿着结婚证看了一眼 照片是典型的黑白照 相片的表面 有着凹凸的纹路 很有老照片的感觉 女儿在相片中 笑得很开心 侯卫东则稍稍显得有些严肃 想到女儿终究变成了 照片上的这个男人的老婆 张远征的心里 就如同炸酱面的佐料一般 酸甜苦辣 各种滋味 混合在心头 这是许多当岳父的人 都要经历的情感经历吧 亲苦待大的女儿终于成为盛开的花朵时 却被一个陌生又莽撞的年轻男人 取走了 从此女儿最亲的人 就变成了这个陌生男人 要和他一起生活 补于下一代 这是千百年来的自然规律 张远征心里很明白 但是却禁不住 怅然若是 在内心的深处 他甚至觉得是照片中的这个混小子 抢走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陈庆荣的心里 倒没有张远征这般复杂 他把结婚证放下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久啊 小家把两本结婚证拿在手里 昨天我们开了个会 我正式调到园林管理局去了 在继裁科 任科长 陈庆荣总是认为 园管局是一个不好的单位 名声更不如建委 但是对于女儿的选择 他也没有过多的干涉 唉 这下你满意了吧 别人呢 都是削尖了脑袋进建委 可你呢 还要开后门调出来 妈 园管局和建委是平行单位 都是市政府下面的部门 我们建委啊 调了不少人到园林局呢 单位刚刚成立 事情又挺多 侯卫东又才调到 一阳县委组织部 我想晚一些办久 而且用不着大办 就请亲朋好友 办几桌就行了呗 那不行 陈庆荣的脸沉了下来 结婚是大事情 怎么能这样草率办理呢 我的女儿 要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陈庆荣的要求很正常 昨晚小家和侯卫东也想到过此事 侯卫东说 阿姨啊 刚说这一句 小家就在一旁瞪了她一眼 侯卫东马上醒悟过来 有些害羞地叫了一声 妈 小家的母亲陈庆荣 要求风风光光地把女儿嫁出去 昨晚小家和侯卫东也想到过此事 侯卫东连忙说 阿姨 话一出口 小家就在一旁瞪了她一眼 侯卫东马上醒悟过来 有些害羞地叫了一声 妈 妈妈这个称呼 是侯卫东这几十年来 对刘光芬的专用称呼 就在这一刻 就分给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民间有女婿如伴子 娶个媳妇丢个儿的说法吗 妈 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来办酒 这个日子是由妈去算 还是由我去算呢 这个妈子叫出来 还真是别扭无比 陈庆荣说 你办酒是大事 必须是黄道吉日 绝不能马虎啊 吃过午饭 小家和侯卫东也就辞别回家了 陈庆荣和张远征就站在阳台上 看着女儿和女婿的身影 在树叶中一闪而过 张远征神情抑郁 闷闷不乐 陈庆荣知道丈夫的心思 哎呀 我知道你舍不得家家 可是女儿长大了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呀 况且 她住在新月楼 每周都是可以见面的吧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这样想啊 在沙州成嫁 总比跑到易阳去成嫁好得多吧 女儿是父亲的心头肉 虽然陈庆荣百般劝导 可张远征的心中 总有一些疙瘩解不开 哎呀 这都三年多了 侯卫东还是没能调到沙州来嘛 现在他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要是再耽误几年啊 超过三十多岁啊 那就不好调动了 陈庆荣 以着窗台 侯卫东是个能干的人 只要他们俩经济条件好 是不是调回来 也不是太重要了 此时的陈庆荣和张远征 都在家闲着了 两个人都是内退在家 由于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也就无法到社保局领工资 每个月各有三百多块钱的内退经费 好在这两年小家也资助不少 过生日给两千 过春节给一万什么的 日子倒还过得去 侯卫东在电话里 给刘光芬说了在沙州办酒席的事情 刘光芬当即表态 在沙州办就可以 但是也要在五海办 如果不在五海办 我跟你爸的老同事 可都要骂你们了 小家想着自己要当两次新娘 不禁哭着脸 哎呀 那在易阳还办不办了 侯卫东手里玩的手机 哎呀 在易阳啊 我们就不扮演新郎新娘玩了 请几位好朋友吃一顿饭就行了 曾兆强 朱冰 秦飞月 还有曾献刚 他说了一大串的名字 最后说 嗯 还有金工集团的李晶吧 他让我们查了好几家了 这种人物 怎么能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此时小家的心情很好 见侯卫东都开起了玩笑 反而放下心来 哎 你这个情人恐怕受不了我们的婚礼吧 他如果来大闹婚礼 我看你怎么收场 踩 什么情人呢 完全是不高挑拨的啊 还是那句老话 夫妻不合全是挑拨 哎 以后的日子还长 你老公又这样的优秀 所以啊 你得做好接受各种挑拨的准备啊 哼 小家伸手掐了侯卫东一把 我以后啊 就实行三光政策 票子搜光 时间占光 体力用光 说到最后体力用光的时候 小家的脸上已是红侠乱飞了 侯卫东就是把小家抱在了怀里 我现在就让你用光 两个人心昏燕耳 好的如秘里调油 一句话 一个暗示 都成了幸福的前走 晚上 刘光芬打了电话过来 我算了日子啊 二十七号就是好日子 我觉得小家是嫁到我们侯家 应该先在五海县办酒 侯卫东见小家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 就压低的声音说 妈 这种想法 哪边办还不一样吗 傻小子 这是原则的问题啊 我们要坚持住啊 你得把握好啊 你爸爸妈妈在五海的老朋友都 至少要办好几十桌呢 到时候收的礼金 至少得好几万 全部给你们 就当是父母给你们 置办的结婚礼品了 妈 我不缺钱 收的礼钱你们拿着 乔归乔路归路 这钱是给你们的 你们就拿着 以后想孝敬我们呢 你们单独给我就行了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的钱 给钱是你们的孝心 小家过来以后 侯卫东开诚不公的把母亲刘光芬的想法说了出去 只是委婉了许多 哎 我妈吧就是一个老封建 她去算命 说是先要在五海办酒 再到沙州去办酒 这样才吉利 我说服不了她呀 刘光芬平时确实喜欢风水和算命之类的 小家这点也是清楚的 他对侯卫东的话深信不疑 哎 哪先办都行啊 要是让老人家不高兴的就不值得了 我去给爸爸妈妈说这件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小家就在卧室里给母亲打电话 陈庆荣听了亲家母的要求 兴兴地说 哼 到底是小地方的人 心里的拐拐弯弯就是多 妈 侯卫东他妈对我挺好的 就是有些老封建 你这个小丫头 到底还是单纯 你要记着啊 对你最好的 还是你爸爸和我 我们沙州人嫁到吴海去 他们家已经占了便宜了 妈 哪先办还不一样啊 这些小事 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 那我跟你爸爸商量了再说吧 第二天 小家又专门赶回了母亲家 去做妈妈的工作 侯卫东一觉睡到了十点钟 起来之后 他正坐在餐厅里和西州吃包子 小家回来了 哎 妈妈同意了没有啊 小家满脸笑容 哎呀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啊 不过终于说通了 现在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需要我们商量了 我们想想啊 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嗯 就是收钱的事 我的意思是啊 两边收的钱 我们都不要 都让老人们拿着 算是我们的孝心 好不好 侯卫东手里有钱 底气十足 嗯 老公真好 他们大学的同学 侯卫东只通知了一个人 蒋光头 我要结婚了啊 八月二十七日 在五海半球 你狗日的一定得来啊 蒋大力正在领西 他在广东弄的是风生水起 回到领西以后 虽然业务扩展得很顺利 却离他的期望值相差甚远 听到侯卫东的召唤 哎呀 我这段生意不顺呢 正好可以沾沾你的喜气嘛 杨倩穿了一身睡袍 大腿光溜溜的 在空调的冷风中 泛起了几个鸡皮疙瘩 他听到喜气两个字就说 哎 谁办喜事了 一听说是侯卫东 与张小佳要结婚 杨倩就像被踩着尾巴的猫 跳了起来 啊 小佳要结婚了 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得去骂他 小佳很快就接到了杨倩的电话 他也不回嘴 只是笑着说 哎呀 行啊 这一次呀 是在五海县办酒 所以是我老公请蒋大力 下一次到沙州来办 我来请你啊 结个婚还搞这么麻烦 还分两次结婚啊 你看 还是我跟蒋大力好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杨倩一边说着 一边将小屁股 坐在了蒋大力的大腿之上 一边打电话 还一边扭来扭去 小佳在电话里 笑呵呵的说 哎呀 等杀猪办完酒以后啊 我们还要在一阳办呢 这一次啊 我们夫妻俩 共同出面 请你们俩 哎 你个张小佳 你跟着冬瓜都变成狐狸了啊 结婚还办三次 你要让我们掏三次钱啊 八月二十七日来得很快 在五海最好的酒家 原先的县政府招待所 现在的五海大酒店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刘光芬和侯永贵 都是五海县本地人 亲戚朋友 战友同学都很多 整整通知了三天 才将名单上的人 全部通知完 五海大酒店的 五十张大圆桌 全部被挤满了 还不断有人进来 结果 又临时加了三桌 张远征和陈庆荣 是带着沙州人的自信心 来到五海的 进入五海城的时候 看着郊区杂乱无障的建筑 穿着朴素的农民 两个人心里的优越感很强 等到进了五海大酒店 张远征和陈庆荣 就被震撼了 他们虽然是沙州人 却是工人出身 到酒店消费的机会 原本就不多 五海大酒店 是五海改革开放的象征 内部装修着实不错 达到了兴级的水平 客人当中 还有不少穿着警服的人 到了十二点 更多穿警服的客人 走进了大厅 侯卫国是五海县公安局 年轻一代有名的人物 如今又调到了沙州刑警大队 他就负责专门接待年轻的警察 而老警察们 则坐在侯永贵的身边 一个瘦高个的警察 在好几个人的簇拥之下 来到了大厅 侯永贵和侯卫国 联盟迎了上去 哎呀 尹局啊 到里面去坐 尹局长扫了扫大厅 开玩笑着说 老伙计啊 今天局里的一半民警 都到你这儿来了啊 出了事你可要负责哟 侯永贵笑着说 我都安排好了 凡是穿警服的 一律不准喝酒 除了警察 还有许多教师模样的人围坐在一起 这是刘光芬的同事们 教师这个职业虽然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当久了以后 也会产生教师独有的气质 这群人里面有许多年轻的女孩子 不乏年轻漂亮者 他们吸引了许多年轻警察的目光 很快就有大胆者开始去跟他们搭讪了 随着音乐四起 侯卫东穿着西装 小家穿着婚纱 两人斜着手 慢慢地走了出来 酒店里的主持人 用不太地道的普通话 充满激情地引导着气氛 虽然主持人的手法并不高明 底下的宾客 却仍然很配合 大家都使劲地拍手 将气氛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 张远真是局中人 她看着容光焕发的女儿 咧着嘴不停地笑 心里却总有一些沉重 当新婚夫妇给他们敬酒时 燕丽还不自觉地泛起了泪花 最后 在陈庆荣作为女方家长讲话时 她想起养育女儿的点点滴滴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整个婚礼持续到两点多钟才结束 大部分人陆续离开了 侯卫东为张远真与陈庆荣夫妻 在宾馆楼上安排了一个房间 典礼以及中餐结束以后 两个人就到房间休息了 小雨飘在空中 将县城的空气清洗得特别干净 县城外有一座连绵的小山 站在宾馆的窗前 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山顶的几株大树 哎呀 庆荣啊 我们又十多年没有到吴海了吧 陈庆荣也趴在窗台前 望着细雨中的街道 哎呀 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 吴海的变化真不小啊 哎 今天来的人不少吧 恐怕这礼金也受了不少 我看最低的都是一百 两百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这次婚礼啊 恐怕至少要受五六万吧 我们在沙州办 你算他能说多少 张远真算了算 我们的亲戚朋友啊 大多数是工人 这几年工厂不景气 好多朋友都下岗在家了 请他们来吃酒啊 真是于心不忍啊 哎 你也别去考虑别人了 这红色罚款单啊 我们得到一大堆了 现在不捞回来 那只有吃亏的份 这其实也是很现实的事 人情来往 礼尚往来 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对于收入不高的夫妻来说 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张远真很能体会到 人穷之短 马寿茅长的感觉 他很有感触地说 哎 维东这孩子啊 真是不错啊 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干 他考虑问题也周到 现在说这话还太早吧 我还是担心啊 维东太能干了 以后我们小家控制不了他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是希望他平衡得好 张远真难得地挽住了 妻子的腰身 这个亲热的小动作 在他们夫妻间 已经被遗忘了许久了 陈庆荣感受到了丈夫的温情 也就默默地 将头靠在了丈夫的肩膀上 在侯卫东的家里 侯家的内亲都来了 把小屋挤得满满的 何勇签了三年的还款协议 才走出了学习班 在学习班住了一个月 由于喝酒少了 熬夜少了 脸上的气色还真不错 他拍着都说 小三啊 你姐夫为了出学习班啊 囊中空空了 赫里先欠着啊 改天我一定补上 侯卫东换下了中规中矩的礼服 换上了西装便服 小家则换下了婚纱 穿上了一身白色的长裙 衣如雪 人如雨 格外的俏丽 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刘光芬就让新夫妻到李间来一趟 来 你看 一共收了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块 这是你们的钱 点点吧啊 宾馆的用餐费用一共是一万九 晚上还没有结算 小家急忙将钱退了过去 妈 我们说好了啊 不管哪边结婚 这笔钱我们都不要 算是我们孝敬你们的 刘光芬见小家这个态度 心里乐滋滋的 嘴上却说 钱是你们的 你们就得要 至于孝敬我们 以后机会还多啊 一是一二十二 这点啊 我还是拎得清楚的 刘光芬和小家就这么推来推去的 侯卫东在一旁又笑 哎呀 这钱又不烫手 你们这是干嘛呀 妈 你请了这么多人 以后总是要还人情的嘛 这些钱 算我暂时存在你们这里的 好不好 以后慢慢的 帮我把人情还了 刘光芬还要推辞 侯卫东不耐烦 妈 你烦不烦啊 这是两家说好的事嘛 你别节外生枝啊 刘光芬听懂了 儿子的话外之意 他这在把钱收下 那好吧 你们早点怀上孩子 我要用这钱呢 给我的孙子买玩具呢 晚上 两亲家以及家中的至亲 单独吃了一顿饭 由于没有经济的纠葛 加上两家相聚甚远 以后也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 因此晚餐的气氛也就良好 其乐融融地 完成了这个仪式 当所有的喧嚣都结束 两个人回到房间 他们的新房 设在侯卫东曾经住过的房间 为了迎接这对新人 特意重新刷白 又贴了许多的喜字 并且挂上了一些红丝带 很有一些喜洋洋的感觉 侯卫东累得够呛 他关上门 只穿了一条内裤 仰面朝天地躺倒在了床上 小家的精神状态要好一些 他洗了澡回来的时候 侯卫东已经轻轻地发出了憨声 小家催了催侯卫东 老公 你怎么就这样睡了呢 这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啊 侯卫东晚上喝了好几杯酒 加上应酬了一天 着实累了 翻了个身 流了一丝的口水 继续睡觉 看着睡熟的丈夫 小家很心疼 可这是新婚之夜 久睡不醒 算怎么回事 等到侯卫东被推醒之后 他见到小家坐在床边 神情并不开心 他一抬头 看见满屋的红光 才醒悟到今天是新婚之夜 连忙翻身作气 哎呀 你看看你看 我怎么睡着了呢 嗯 你结了婚 你就不在乎我了 小家觉得有些委屈 侯卫东连忙说 哪儿的话呀 哎呀 我今天实在是累惨了 哎呀 一想到还要在沙州 走一趟这个程序 侯卫东心里就暗暗地叫哭 结婚原本是人生的喜事 但是经过吴海县的婚礼 侯卫东着实有些怕 想着要是在易阳再来一场 他肯定会被逼得发疯的 于是沙州这场婚礼 就与易阳的那一场合并 在沙州参加婚礼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沙州建委系统的人 二是张远征和陈庆荣厂里的人 三是易阳去的人 易阳县里去了曾兆强 朱冰 秦飞月 肃明 欧阳林 曾献刚 习赵勇等人 金工集团的李京带着几个大股东 以及组织部的人都受邀前往沙州 易阳组织部的柳明阳和萧冰 都因为有事没有到沙州 只是让办公室的同志随了一个礼 沙州的酒席也办了三十来桌 热热闹闹的完成了盛大的婚礼 婚假结束 侯卫东回到了综合干部科办公室 日子波澜不静 上班的第三天 侯卫东就接到了李京的电话 哎 婚假结束了吗 我在领夕呢 今天晚上有应酬 你如果有空啊 过来帮我 李京上次见到朱行长 侯卫东充当了护华使者 这一次他又有不想见的人 因此再次想起了侯卫东 我 我怎么帮啊 今天应酬的几个人啊 都很有背景 其中一个人老缠着我 我又不方便得罪他 你过来当我的临时男友 帮我抵挡色狼 你既然有色狼 你就别去应酬了 哎呀 除了色狼以外 还有重量级的人物呢 对京功极端很关键 而且和上青林市场啊 也有关联 嗯 那好吧 我马上就出来啊 领夕我不熟 见了城啊 肯定就没方向了 我怎么找你啊 嗯 这样吧 我派人到入城口接你 一辆红色的皇冠 侯卫东的皮卡车 在青林镇和易阳县 那也算收得过去 开起来还感觉不错 可是此时 要到岭西省 迎接的都是皇冠 皮卡的档次确实低了 想到晚上 要帮李京应酬喝酒 侯卫东给教练王斌打了电话 让他在易阳城里等着 侯卫东开着皮卡车 先取了三万块钱在身上 这才到驾校接了王斌 一路上都是由侯卫东开车 王斌在关键的路段 也不时地点拨两句 车速不是特别的快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沙州 他们没有进城 从环城路绕了过去 直奔领西 又开了一个多小时 公路也由两车道 变成了四车道 六车道 八车道 建筑物渐渐的多了起来 白瓷砖的房子渐渐减少 装饰风格逐渐多样化 开始富有了现代气息 一进入城区 高楼大厦 也骤然多了起来 侯卫东一般都是在 沙州城以内活动 到领西的时候很少 最近一次到领西 还是读大学的时候 此时开着车 转入宽阔的大街 见车来车往无数 哪里看得见红色的皇冠呢 李静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的位置在哪呢 哦 在领西共产社卷门口 好 那你别动了啊 你把车靠边 等我过来 李清问清楚侯卫东的位置 对正在打牌的几个人说 我男朋友过来了 我去接接他啊 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抬起头 李静 你男朋友 还要亲自去接 你把他直接叫过来不就完了 李静没搭理他 你们继续玩啊 我很快就来 在领西工程设计院的大楼下 一辆灰扑扑的皮卡车归缩在绿化带前 领C的车牌显示出这辆车来自沙州 在领西人的眼里 沙州是落后地区 这就像沙州人对异样人的看法一模一样 侯卫东 幽黑的面容 让他比实际的年龄要成熟 上了车 车里就有了男人的汗水的味道 还有淡淡的烟草味道 李静很喜欢这种健康的味道 他低声交代 见了面以后 你就说你是京工集团的股东 主管上青林市场 好 我出来的时候啊 他们在砸金花呢 一百块钱的地 一千元封地 你他钱了没有 我这里有 我带了三万块 勉强能应付 这些人都是欺软怕硬的 你不屌他们 他们就不会撬尾巴 接着 李静江几名客人的情况交代了一番 那个张牧山啊 是重量级人物 是我重点关照的对象 能与他合作 京工集团的发展就不愁了 我通过内线了解了 他有到上青林 建水泥场的意向 这也是我带你来的主要原因 你好好地给他介绍介绍 上青林的时长 牧山老总是军人出身 喜欢打猎 我听说山上有野鸡 一个请他去打猎吗 金星大酒店 是岭西新建的五星级宾馆 三楼是名气很大的 名氏会所 进入会所大门的时候 李静伸手挽着侯卫东的手臂 一副小鸟依然的样子 王兵也很懂规矩 他停了车 并没有跟着李静和侯卫东两个人 他来到宾馆一楼的茶厅 要了一杯清茶 又拿起了一本围棋的棋谱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里面的人正在激战 侯卫东和李静进来的时候 除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其他人头也不抬 关注着牌桌上的战斗 眼镜男的目光 在侯卫东的面前停留了数秒 低头数了十张百元的钞票 干 另一位宽脸的汉子 鼻尖有一滴汗水 他把桌上的牌拿起来 看了一眼 然后轻轻地放下 我也干 两个人轮番上阵 连跟十手都不肯起牌 那位宽脸的汉子 从包里取出了一袋钱 我们一个人跟一万 开牌算了 两叠钱又扔了进去 眼镜男把牌翻开 是单张的S带十和五 宽脸的汉子 拿着牌左看右看 最后狠狠地把牌 扔在了桌子上 哎呀 今天手气太贝了 他的牌 是单张S带十 和四 烫着大波浪的性感女子 伸手打了眼镜男一下 哎 记错 你看我的牌 比你大多了 他把牌翻了过来 是六七八的顺子 他把手伸到眼镜男的面前 快赔钱给我 我是最大的一副牌 被你们两个人 给吓趴下了 眼镜男乐呵呵地 把满桌的钱 都扫到了自己的身边 哎呀 打退不如下退 这就是炸金花的魅力 李京向大家介绍 这就是侯卫东 我的生意伙伴 张木山 庆达集团总裁 这位 李京说着 指着银牌的戴眼镜的男人 这是省办公厅信息中心的基副处长 这位 李京指着宽脸的汉子 这是省工行的信贷处吴勇处长 还有这个美女 她是咱们省运输公司的老总 吴克宁 另外还有两位漂亮的女孩 站在一旁看热闹 这两个女孩身材极好 一米七左右 长长的腿细细的腰 果而不露的胸 细长光滑的脸 青春洋溢 侯卫东尽管经常见到美女 可是看到这两个女孩也不觉眼前一亮 等到侯卫东坐下之后 李京很自然地站在了她的背后 张总 季处的手气太好了 我要避急风吗 我让卫东来替我打 张牟山点了点头 是啊 今天季处长手气太好了 大家都挡不住 以往在青林镇打牌 最大也就是一百封顶了 这种出手就是上万元的牌桌 侯卫东还从来没有参加过 而且打牌的人身份都不一般 这让她的自信心有一些打折 不过表面上还是很镇定 她抽了几千块钱 放在了桌面上 侯卫东的手气极顺 第一手牌就是S金花 这在金花中是大牌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一把她就赢了 恰好 基城的手里是一个大顺子 毫不犹豫地跟了三手五百块 侯卫东打牌的时候动作很少 只是不停地跟 基城基处长不害怕 又跟着上 当跟到了六千块钱之后 她终于受不了了 扔进去一千块钱说 开牌 看到侯卫东为自己报了仇 无用兴奋地大叫 李京啊 昨天晚上 你俩做什么了 手气这么劲爆啊 这句话很是暧昧 李京也不生气 笑而不语 第一把牌 侯卫东一下子就赢了一万多 厚厚的百元大钞 堆在了面前 第二圈 侯卫东拿了一个花牌二三五 这是最小的牌 按照领西省的规矩 花牌二三五能吃最大的三条S 而且花牌二三五 如果最后取得胜利 参战的每一个人 都要额外支付三百元 想到李京进门的交代 侯卫东有了圣勇 追穷扣的想法 轮到他出牌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跟了一千块钱 李京在他的背后 看到了他的牌 脸上神情虽然不变 可是一只手 却悄悄地放到了 侯卫东的肩膀上 轻轻地捏了捏 跟了三轮以后 只剩下了大波浪 吴克宁一人还在场上 他手上是一对S 跟了三千块 实在舍不得丢牌 可是他见到侯卫东 面不改色地 朝桌子上丢钱 心里没底 哎呀 我不跟了 今天帅哥的手气太好了 吴克宁认输以后 忍不住翻开了 侯卫东的底牌 当众人看到侯卫东 是花牌二三五 发出了一片虚声 吴克宁伸出粉拳 在侯卫东的肩膀上 打了几下 哎呀 你一点也不淋香惜玉嘛 站在张牧山 和吴勇身后的美女 也使劲地拍手 打了几把 侯卫东已经适应了 这种场面 心情平静下来 他手气确实好 总是小叔大赢 很快 桌子前面的钞票 已经是厚厚的一达 至少好几万 吴克宁连输了几把 信未索然 哎呀 难怪 晶晶妹妹今天不打牌 他带来一个杀手啊 侯卫东笑着 把钱收拢 哎 我赢了钱了啊 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饭 李晶对侯卫东的表现 很满意 他用手 撑着侯卫东的肩膀 姿势很亲密 我建议晚上只喝茅台 我坚决不喝洋酒 支持民族工业啊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 张牧山说了 大家别跟我争了啊 今天说好了是我请客 时间差不多了吧 走吧 还是到高岭号 说着众人就站起身来 纷纷伸着揽腰 朝外走去 下了楼 来到车门前 李晶拿着钥匙 嗯 你现在的车技怎么样 我是开车来的 李晶就把车钥匙 丢给了侯卫东 领袭的这些人 讲究生日风度 只能让你来效劳了 高岭号 是停靠在大江边上的大船 坐在五楼的贵宾平台上 江风吹来 江水拍案 发出连绵不绝的响声 俊男靓女们平澜而望 很有一番情调 穿着干净制服的服务人员 安静而快速地布置了餐桌 上菜的时候 服务人员介绍道 请大家用餐 大和鲜鱼是菜中的珍品 必须要趁热吃 香味才透得出来 上了酒桌 继承就说 李总啊 京工集团现在什么业务啊 哎 我们啊 主要就是公路建设 目前在沙州有两条路 另外还有几个煤矿 和五个大型采石厂 现在的煤炭行情不行 但是采石厂的效益还不错 李静的这番话 显然有夸大的成分 是为了自掌身价 鸡城又回过头来 问侯卫东 侯总啊 你负责哪块啊 我主要负责石厂 一阳上青林的石厂 鸡城看过简报 知道岭西公路的碎石基地 就在一阳 一阳我很熟啊 每年老住都要请我们 喝几次酒啊 下次我到一阳 让老住 请我们哥俩喝 县委书记住言 可是一阳城里 说一不二的人物 不过在鸡城的口中 成了老住了 酒席开始以后 侯卫东见鸡城语言最多 还时不时地 撩拨李静几句 便起了 秦贼先秦王的心思 他瞅着一个机会 在李静的驻镇之下 与鸡城碰了红酒杯 满满的一杯白酒 足有二两多 鸡城的脸上一片酱红 舌头也在口里打转 嗯 牟 牟山老总 你是东 东道主 啊 好总 你是第一次见面啊 你呀 胖一大杯 侯卫东在青林镇 那是经过长期酒精考验的 耐酒性文明全镇 茅台酒的档次又比一阳红高出何止一筹啊 劣质的高度白酒 侯卫东尚且不怕 这种酱香型的好酒 那更没有问题了 侯卫东气定神贤地放下酒杯 吉成 则一点一点 由清醒 变成了两眼赤红 吉成撩拨李静 不过是男人对于漂亮女人的欲望而已 此时李静带来了一个相貌不错 气度不凡的帅哥过来 他也就放弃了烈焰之心 天下美女和其多呀 他身边从来就不缺美女 所以他虽然有色心 却也不强人所难 张牟山年龄最大 酒量也不错 他见吉成喝了一杯就已经出现醉胎了 就对身边的美女说 小倩啊 你给吉出拿一杯果汁来吧 拿西果汁 小倩翘生生地答应了一声 站起身时 又惹得侯卫东眼前一亮 这个女孩身材窈窕 倩条极美 似乎没有一丝的坠入 而胸部臀部 却又很小巧地吐了出来 侯卫东冷不丁地想起了阳凤 暗自地说 这女人跟女人之间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了 张牟山端着酒杯 侯总啊 青年才俊啊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还是一事无成啊 侯卫东是第一次踏入这个圈子 他有心留下豪爽的印象 也就来者不拒了 我敬张总一杯 以后还请张总多多提携啊 客气了 何谈提携 共同发展 说完两个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侯总负责上青林的时长 啊 张总知道上青林啊 哎 我不仅知道 我今年还去过两次呢 我呢 想上一条水泥的生产线 年产在三十到四十万吨 水泥厂一般选择靠近原料基地的地方 一阳城这两年交通搞得好啊 上青林的时质呢 最适合生产水泥 如果条件合适 我有意到上青林去开场啊 侯卫东伸出了手 欢迎张总啊 你下次要到上青林去 一定给我打电话 上青林山上的碎尸协会啊 我也算是元老了 另外啊 这个青林山森林保护得好啊 如果张总有兴趣打猎 我请你一起打 哦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打猎啊 哎呀 张总 你有一股阳刚之气啊 应该是军人出身吧 小伙子有眼光啊 我的军领整整二十年啊 说话间 小倩拿着西瓜汁 送到了基成的手上 基成顺势握了握小倩的手 卷着舌头说 你小倩啊 我一个人 哎 孤苦伶仃的 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 小倩知道张木山的眼睛 此刻正盯着自己 连忙抽出手来 凑在她的耳边轻声地说 基础啊 你要找情人就明说啊 我们不需要爱情 只要钞票 我还有好几个好姐妹呢 就看你肯不肯出血了 基成没有想到 如此亮丽的小女孩竟然这么直接 她绕有趣味地看了小倩也 好 没问题啊 改天 我跟你单独联系啊 侯卫东是初次摄入这个圈子 一副很稳重的样子 她不主动敬酒 喝了两大杯以后 多数时间就默默地 观看着这一群人的行为举止 她敏感地注意到了 吴勇对吴克宁的怠慢 心里说 吴克宁是老总 张木山也是老总 不过看众人的态度呢 张木山的庆达集团 实力肯定要强大得多 侯卫东的生活范围 一直局限在沙洲以内 对于领悉的公司并不熟悉 但是从直觉上来看 她知道张木山与吴克宁 不在一个层面上 酒至中场 大家喝酒的速度也慢了 这一桌人 除了侯卫东连碰了五杯 接近喝了一斤之外 其他的人 不过就只是喝了二三两 张木山见侯卫东酒量其大 颇有大将之风 侯兄弟啊 既然你与上青林市场熟悉 等我再到一阳的时候 你给我做参考啊 没问题啊张总 我随时听候召唤 李京见张木山跟侯卫东 还比较投缘 在一旁乐开了话 他今天参加这次聚会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张木山而来的 庆达集团 是建筑行业实力极强的公司 旗下的庆达桥梁公司 与沙道司其名 如果能从庆达公司中分得一杯羹 那金工集团也就彻底的盘活了 他次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摆脱基城的骚扰 基城表面风流 但毕竟是政府的官员 做事有分寸 果然 基城见到李京名花有主 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席间 小倩接了两个电话 他对基城说 基处长 我把同寝室的好朋友 约来了几个 他们可都是青春妹子啊 你可有礼貌点 别把人家吓坏了 一群女人进来以后 就嘻嘻哈哈笑成了一片 他们果然都是经过 特殊训练的妙人 略施粉带 青春的体香被暗饮的香水所牵引 竟然将满屋的酒气都压住了 侯卫东只觉得飞进来了一屋子的花蝴蝶 弄得他眼花缭乱 此时屋里已经是一片热闹 基城醉眼朦胧 站起来大声地说 老母 现在该进行第三个回合了吧 不要浪费了良辰美景啊 张牧山就说 走吧 走吧 转一阵地啊 到天堂人间去唱歌 不醉不归 天堂人间的设施在领袭数一数二 当然费用也是数一数二 年轻的女孩子们使劲地拍着手 吴克宁原本也是个美女 可是在一群青春无敌的靓女面前 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不过他见惯了这种场面 知趣地与吴勇和张牧山两个人打了个招呼 飘然离去 侯卫东是出来着 又有女伴在身边 那些个女子自然就没有他的份了 他看了李京一眼 我们也走吧 李京点了点头 有女客在这儿 他们玩得不自在 走吧 离开了高领号 李京把手伸到了侯卫东的身旁 关心地问 今天你至少喝了一斤酒 不能开车了 侯卫东也没有争辩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皇冠车在冰河公路上缓缓而行 缓行只是侯卫东的感觉 其实车速也很快 只是因为车好密封好 音乐环绕在期间很有浪漫的氛围 到了冰河路的一处观景台 李京将车停了下来 我们到那站一会儿吧 侯卫东已经有了三分的醉意 跟着李京来到了观景台 大河安静地躺在厚实的大地上 从观景台看下去 弯弯曲曲向东而去 阳暗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河边 随着波浪轻轻地摇动 江风熙熙 将两个人的头发吹得乱动 过了一会儿 李京将目光从河水中抽了回来 平静地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当天晚上 侯卫东坐着王斌的皮卡车 从岭西回到了沙州 他们两个人没有在沙州停留 直接回到了易阳县 第二天 侯卫东起了个大早 开着皮卡车 提前来到了组织部综合办公室 将卫生做完 看了一会儿报纸 郭兰来到了办公室 老瞻还是最后一个来的 他穿着白衬衣 脚下是正亮的皮鞋 衣冠楚楚 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 很有一些干部的派头 他手里的工作也不多 上班以后 三下五除二 就将手中的事情应付完了 就站在侯卫东的桌子面前吹牛 哎呀 现在这个时代呀 挣钱是第一位的 你看我吧 这个年龄也不想再进步了 有机会呢 就做点小生意 赚点小钱 平时喝点革命小酒 打打革命小牌 也就知足了 侯卫东正在填写一份干部分析报表 这类报表的工作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只要勤快细心就行 偏偏这个老瞻 站在桌前说个不停 他耐心地听了一个多小时 报表也就只填了几个字 郭兰是主持工作的副科长 可是他对于老瞻的板凳行为 也是无可奈何呀 论年龄 老瞻比他大了接近二十岁 论在组织部的资历 更是无法相比 可是这个老瞻就是不自觉 一老卖老 整天没有正行 今天上班以后 从早晨八点四十分 一直到十点钟 他就一直站在侯卫东的桌子边 天南海北上下五千年 一阵呼喊 如果放任这种行为 以后科室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当电脑 当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指到了十点三十分的时候 郭兰终于忍不住了 郭兰是主持工作的副科长 他对于老瞻的板凳行为 也是无可奈何 今天早晨 从早晨八点四十分到十点 老瞻就一直站在侯卫东的桌子边 天南海北上下五千年的 一阵呼喊 如果放任这种行为 以后科室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当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只到了十点三十分 郭兰终于忍不住了 他拿了一份去年的干部报表 走到了侯卫东的身边 哎 侯卫东啊 这是去年的报表 你参考着看一看 速度加快一点啊 今天下午啊 要把材料报给肖部长 肖部长省过了 柳部长还有签字 明天一早就要报到市委组织部 抓紧一点啊 侯卫东知道郭兰的言外之意 其实他对老瞻的啰嗦也很心烦 就说道 哎呀 看来我得加班了 老瞻 我先做事啊 等会咱们再聊 说完也就一本正经的把眼光 集中在了报表之上 再也不理睬老瞻了 老瞻还站在侯卫东的旁边 卫东啊 你星期天有空没空啊 我知道一个水库 里面有的鱼两斤多重呢 我请郭兰和你去钓鱼啊 郭兰开玩笑 人家侯卫东心昏燕耳的 怎么舍得把星期天的时间 花在钓鱼上啊 你也是啊 老瞻 咱们仨一个星期五天都待在一起 星期天还要在一起凑 腻不腻啊 老瞻马上转移了话题 哎 郭兰啊 你跟侯卫东是一年毕业的吧 你看人家都成亲了 你也该抓紧啊 否则真成了老姑娘了 侯卫东听到这么说 就抬头看着郭兰 郭兰是组织部的美女 而且是单身美女 为她介绍男朋友 成为组织部纪为老同志 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是这个小丫头固执得很 对于老同志的苦口婆心 一概置之不理 老瞻年龄不大 但是资历缺老 也是说亲队伍中的一员 总是见缝插针地 对郭兰的终身大事表示关心 郭兰心里安安地说 哎呀 自己到底年轻啊 对这些老同志 真是没有威慑力 老瞻从来不把郭兰当作领导 这点郭兰也没办法 毕竟他只是一个科室的领导嘛 不是部里的领导 还不能决定老瞻的命运 相反 老瞻在民主测评等关键时期 还可以投出神圣的一票 这对于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老瞻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经常会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 正在说话间 组织部副部长萧斌出现在了门口 他是常务副部长 脸上虽然是很平静的表情 却仿佛带着嫡沙死的味道 老瞻就如同一只害虫 悄悄地流回到了办公桌前 扯出了一份没有完成的文件 又把钢笔拿了起来 萧斌给郭兰交代了任务 你把报表快点弄啊 争取下午给我 说完他又来到了侯卫东的桌前 你在沙楼半久 我确实有事没来啊 侯卫东连忙说 哎呀 萧部长 您工作这么忙 好不容易才有一个时间休息 我怎么好意思打扰呢 星期五啊 我在一阳宾馆订了两桌 专门请部里的同志们 萧部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调到了组织部 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结婚那是大事 部里呢 也好好清楚清楚 说完他又对郭兰说 郭科长啊 昨天的说法很好啊 刘部长也同意你的想法 凡是副科级干部过生日 组织部都要发一张贺卡 要让全体同志们 体会到娘家的温暖 等到萧冰一走 老战立刻就弹了起来 仿佛椅子下面有火箭 他看见郭兰和侯卫东 都专心地坐着报表 也就自己走出了门 不知道到哪一间办公室串门去了 于是郭兰就专心地盯着屏幕 双手如飞 在键盘上敲出一连串的噼里啪啦声 很有些大猪小猪落玉盘的韵味 忽然 任林渡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来了 侯卫东啊 调到组织部也不跟兄弟们说一声 今天晚上请我和郭兰吃饭啊 任林渡所在的团委就在一楼 此时任林渡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进了综合干部科的大门以后 一路说笑着进来 侯卫东当然知道 任林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放下笔看了郭兰一眼 对任林渡说 哎呀 请客 小意思 去哪儿吃 随你的便 任林渡笑嘻嘻地对郭兰说 我们尊重女士的意见 郭兰 你想到哪儿吃啊 对于易阳城的年轻干部来说 任林渡无疑是一位优秀的人物 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应变能力强 无论到了什么场合都不怯场 口才也好 即使对方是不喜说话的内向之人 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而且总能将对方的话也引出来 调入团委以后 他如鱼得水 团委的重要活动都有着他活跃的身影 此时 任林渡已经被县委赵林副书记看中 很快就要调到县委办 郭兰出身于书香门地 郭教授满腹诗书修养很好 平日里沉思和看书的时间多 除了在教室里 他的话并不多 郭兰从小在这个氛围中长大 其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带着父亲的影子 所以并不喜欢机敏 外相 甚至有些绕舌的人林渡了 他婉言谢绝道 哎呀 我哪也不想去 就想回去喝碗青州 你们两个人想去喝酒 别把我扯上啊 任林渡两眼一转 哎 我知道一家粥店啊 新开张的 据说是广东人开的 味道不错啊 咱们三个一块去喝 地酒不沾 他一边说 一边给侯卫东递眼色 侯卫东明白任林渡的心思 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却不想帮他 郭兰是秀外灰中的女子 跟郭兰基础 就像夏天的一股清泉 很是舒适 他与小家是真心相爱 可是见到任林渡狂追郭兰 他的心里 竟然也有一些隐隐的不舒服 就如同自己的利益 受到侵犯一般 这种内心深处的隐秘 难以见过 不过侯卫东演示的极好 这个时候 侯卫东面对着任林渡的球员 笑着说 老瞻喜欢吃鱼 等他回来以后 我征求他的意见 让他定管子吧 我刚才还看到了秦晓红 把他也叫上 任林渡原本是想创造 比较清静的环境 没有料到 侯卫东要拉上老瞻和秦晓红 可是又不好拒绝 正好说 那这样吧 侯卫东 你请我们吃饭 吃完饭呢 我请大家去唱歌 任林渡的算盘打得惊啊 即使人多 可是跳舞的时候 毕竟是单对单呢 也可以增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嘛 老瞻恰好从门外转了回来 耳朵听到吃饭两个字就说 任林渡 你请个吃饭 怎么把老哥给忘了 任林渡给老瞻散了一支烟 老瞻 今天是侯卫东请综合干部课的全体同志们吃饭 我是搭着混吃混喝 你可不许来酒啊 老瞻是喜欢凑热闹的主 当然就满口答应了 任林渡正在与老瞻商量去哪里吃鱼 萧冰走了进来 对过来说 今天下了班不要走了 刘部长要宴请沙州学院的几位教授 你一起参加吧 任林渡的心中颇为失望了 出门的时候 他悄悄地叮嘱后卫东 哎 哥们 你给我当个县人啊 什么时候过来有空 告诉我一声 我请你吃饭啊 十月五日上班时间 老瞻又站在侯卫东办公桌前瞎聊 侯卫东正在填报表 还得应付喋喋不休的老瞻 心里很烦 这已经是组织部综合科的一警了 郭兰在一旁暗自摇头 正在这个时候 县委办综合科的刘涛走了进来 老瞻反应很快 马上迎了过去 刘科长 有什么指示啊 刘涛指着指侯卫东 今天上午啊 到了一批招商团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 刚才啊 招商团的一行人到开发区逛了一圈 现在正在常务会议室里开座谈会呢 助手机专门指示 让侯卫东一起参加 听着刘涛的话 老瞻上下打量了侯卫东也 哎呦 你的关系网还真宽呢 侯卫东放下了笔 那这个报表怎么办 郭兰走了过来 翻了翻报表 既然助手机发话了 那这事就只有我跟老瞻来做了 老瞻啊 我们来分个工吧 你做表一表四和表七 其他的我来做 老瞻一脸苦笑 哎呀 这表我不熟啊 郭兰这次不想把事情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哎呀 这也没什么熟不熟的 你按照去年的做法就行了 有改变的地方呢 我跟你说说 侯卫东跟着刘涛来到了常务会议室 常务会议室里摆着一张大圆桌 围坐了二十来个人 一阳县里的县级领导大部分在场 每个人都分别陪着一位企业家 侯卫东刚到会议室门口 就见到庆达公司的老总张牧山和李晶 都在会议室坐着 他们桌前竖着桌牌 上面有企业的名字和老总的名字 桌牌子前面还有金边 显示出东道主的热情与诚意 岭西省对各地区采取了鼓励竞争的原则 列举了一系列经济指标来考核各地区 由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深入人心 GDP逐渐成为考核各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 也是各地领导最重视的指标 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之下 沙洲各县都某着劲提高GDP 但是这个GDP不是凭空而来的 各县都是农业大县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 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沙洲各县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也差不多 为了搞好招商引资的工作 只能在优惠政策和服务手段上十足力气 这一次领西企业家座谈会 是易阳县委书记驻言一手促成的 他相当看重这次座谈会 一直全程陪同企业家代表团 领西庆达集团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也是县政府重点招商引资的单位 驻言书记就将庆达集团老总张牧山 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不时的同他亲切交谈 驻言说 这几年啊 沙洲经济发展的十分迅猛 对水泥等建材的需求量也很大呀 而沙洲地区呢 没有一家大型的水泥厂 张总的眼光很独到啊 要是你在上清林县厂 我们易阳县委一定给予大力支持 呃 在临江县还是在易阳县县县厂 我们公司内部还有分歧啊 张牧山说的并不肯定 李京一直坐在张牧山的身边 笑呵呵地说 侯卫东在清林镇工作的时候啊 修了路 开发了石灰和石头 如今啊 庆达集团在上清林办厂的条件最成熟 此时张牧山已经知道侯卫东真实的身份 他对驻言说 说到底还是驻书记领导有方啊 慧眼识人才有侯卫东这种人才 我要亲自到上清林去看一看 如果条件合适啊 可以考虑上一个五十万吨的水泥厂 沙州现如今最大的水泥厂 不过年产十二万吨 助言听到五十万吨的规模 不禁眼前一亮 他春风满面地说 上清林是万事俱备 就差你的这个东风了啊 助言找了个借口 走到了门外 给县委办的主任季海洋打了个电话 你让清林镇的侯卫东赶紧到会场来 季海洋有些发愣 侯卫东是谁啊 就是清林镇那个跳票的副镇长吗 上清林的公路就是他主持修的 你直接给宋明打电话 于是委办主任季海洋 很快就找到了侯卫东 座谈会结束以后 一阳县政府举行了欢迎宴会 宾主举杯供饮 言谈甚欢 宴会结束以后 综合科科长刘涛 低声在侯卫东的耳边说 主书记就是找你 侯卫东跟着刘涛来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 助言靠着沙发再看一份材料 等侯卫东进来 他放下材料 问道 你已经调到组织部工作了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让侯卫东感到受宠若惊了 虽然这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透露的信息却非常的丰富 侯卫东来不及细细品味其中的信息 首先简明讹药的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助言沉着脸 半天不说话 无形中给人一种威压 长时间担任一方之主 习惯于发号施令 习惯于一念之间决定他人的命运 就容易有强大的自信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官威吧 渐渐的 侯卫东感到了不自在 过了一会儿 助言这才重新开口 庆达集团水泥厂的项目啊 对易阳很重要 从今天起 你全程陪同张总 尽量摸清他的真实意图 组织部的工作呢 暂时放一放 我让巷委办给组织部出通知 刚下楼梯 侯卫东就见到任林渡 跟在赵书记的身后 提着手包表情严肃 两个人快上楼梯的时候 任林渡飞快地回过头来 向着侯卫东笑了笑挥了挥手 一转眼就不见了 进了科室 郭兰正弯着腰在扫地 侯卫东心情不错 连忙笑着说 哎呀 郭科长 快点把扫子放下啊 怎么能让领导来扫地呢 谁是领导啊 你才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呢 我这个副科长啊 就是假冒伪劣 尚不得台面 郭兰抬起头 用左手轻轻抚了一下额头的刘海 这个极富女性化的动作 颇有韵味 老瞻此时也走进了办公室 看见副科长郭兰在扫地 泰然接受 他把手包放在了桌上 转身对侯卫东说 哎 助书记急急忙忙派刘涛来找你 到底有什么军机大事啊 助言是易阳县委书记 对于易阳县的干部们来说 他就是具有无上权威的领袖人物 侯伟东能够得到助言的紧急召见 大大的刺激了老瞻的好奇心 也没什么 招商团来了一群大老板 其中有一位呢 是我的熟人 他向助书记提起了我 我就去见了一面 啊 能够参加县委县政府欢迎宴会的 那都是有身份的人啊 你这个老熟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青林镇的时候 杨凤是最喜欢打听和传播隐私的 但是他是党政办普通的工作人员 办公室在一楼 与侯伟东的距离还算很远 所以并不容易骚扰到侯伟东 如今到了县委组织部综合干部科 遇到了画老老瞻 这让侯伟东大呼头疼 不过老瞻却毫不掩饰他的线 你小子 多半被助书记看上了 要走狗屎运了 以前在乡镇 有一句话叫做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侯伟东深以为然 到了组织部 虽然时间不长 却发现组织部的人 也是满腹牢骚 老瞻就时常说那些 充满了没味的牢骚话 郭兰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地敲起了键盘 老瞻低声地说 昨天我把报表做错了 这郭兰还在生气呢 小姑娘脾气还不小呢 郭兰确实很生气 老瞻工作不负责任 简单的报表也填得面目全非 害得他全部重新填 他眼睛看着电脑 耳朵却没闲着 听到老瞻嘀咕 暗暗地说 马上就要竞争上岗了 一定要忍着 这个关键事情 别得罪人 他把重新做过的报表 又检查了一遍 按了打印键 就靠着椅子背 听着针点打印机 哗哗哗的声音 这个声音并不优雅 却带着工作的活力与生计 报表装定好了之后 郭兰亲自拿着报表 来到了萧冰的办公室 这个报表挺简单的嘛 怎么拖到现在啊 萧部长 今天的统计方法 和去年不太一样 所以填表的时候啊 就耽误了时间 你先看看吧 萧冰看了看漂亮的封面 以及规矩的打印件 翻开了首页 嗯 表格的内容你检查过了吗 我检查过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萧冰没有细看 在审核一栏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萧部长 你还是看一下嘛 哎 我相信你 不看了 萧冰落笔如飞 已经在好几页上 都签了字 他递给了郭兰 布里马上就要竞争上岗了 你有什么打算呢 郭兰坐在萧冰对面 平静地微笑着 我准备竞争综合干部和科长的职位 是不是合适 萧部长 你帮我出出点子 在竞争上岗的规则中 领导干部一票换算成分数是两分 而一般干部的一票换算成分数是一分 三位部领导如果全部投一个人 那就是六分 抵得上六名普通的干部 萧冰呢 又是常务副部长 他的意见 基本上就代表了柳明阳部长的意见 你在综合干部科 也工作三年了 工作成绩和能力有目共睹嘛 这次啊 准备竞争综合干部科科长的职位 很合适 我个人肯定支持你啊 不过 我建议你最好将想法呢 向柳部长和阳部长汇报一下 也争取他们的支持 在综合科的办公室里 老瞻又粘在了侯卫东的桌前 哎 今晚有空没有啊 杨娜请我和你吃饭 请我们吃饭 有什么事吗 哎 到时候就知道了 老瞻不明说 侯卫东心里也清楚 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已经迫在眉睫了 有想法的那些人都已经开始悄悄地拉票了 杨娜是办公室的副主任 他的目标应该是干部科科长的职位吗 侯卫东出到县委组织部 和这些中层干部的交道不深 谁来任职都差不多 他就说道 我担心招商团的人啊 要让我去陪客人 如果没有安排呢 我就听你的指挥 郭兰回来以后 两个人停止了这个话题 老瞻昨天被郭兰说了两句 心中也有气 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拿起了一本半月谈 哗啦哗啦地下饭着 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十来分钟 郭兰桌子上的电话 猛地响了起来 在办公室里 郭兰 老瞻和侯卫东 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十来分钟 放在郭兰桌子上的电话 猛地响了起来 电话里 柳明阳中气十足地说 将侯卫东过来一趟 侯卫东就在老瞻 跟踪不止的目光中 走出了综合干部课的大门 而老瞻的目光似乎会拐弯 一直尾随着侯卫东的背影 进入了柳部长的办公室 柳明阳脸如虎眉如刀 他打了几个电话 才对站在对面的侯卫东说 朱书记给你交代了任务 要想方设法 将庆达集团老总张牧山配好 他的动向 以及想法 务必及时反馈给县委和县政府 至于组织部的工作忙 你暂时放下 全力抓好这件大事情 说着他又给萧冰打了个电话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放下电话 萧冰神速地出现在了门口 他见侯卫东也站在柳明阳的办公桌前 心里暗自奇怪 刘伯 什么事啊 这段时间啊 先不要安排侯卫东的工作了 也不必及考勤了 让他安心陪同庆达集团的老总张牧山 如果需要用车 你来统筹安排 离开了柳明阳的办公室 原本轻松随意的侯卫东 突然感到了一阵压力 他一边走 一边给李京打了个电话 哎 李董啊 我是侯卫东啊 那个牧山老总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的县委助书记啊 亲自给我下了个任务 还安排组织部给我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我擒不住张牧山啊 那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了 李京在电话里笑得花枝乱颤 怎么样 如果张总不投资 你是不是会被助书记打入冷宫啊 侯卫东在郭兰面前一直言行谨慎 而在李京的面前 他的言谈举止就随便多了 他笑着说 这次你要负权责啊 我的干部身份肯定是你透露给张牧山的 嘿 我真是好心没好抱啊 我还不是为了推荐你啊 易阳县虽然在大力打造招商之城 可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易阳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变成现代城市 就拿宾馆来说吧 只有易阳宾馆稍稍拿得出手 增添了设备以后 勉强挂上了三颗星 这次来易阳考察的老总们 都住在易阳宾馆 李京住在酒楼 第二天一早 侯伟东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他刚刚冲了澡 穿着清凉的睡衣 坐在窗边 俯视着易阳的头顶 县城正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小半新 大半旧 行走在街道上 还能被广告和灯光所装扮 可是从高层建筑上 俯视县城 县城的缺点 也就一览无余了 灰暗的预制建构成了 县城的主色调 楼顶的杂物 又给人以凌乱之感 县城发展为大城市 通常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需要无数人的努力 至少一两代人的努力 这跟人的发展是一样的 就像平民的家庭 要变成贵族 那也至少要经过 几代人的蜕变呢 李京默默地俯视着易阳城 神情甚至还带着一些忧郁 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 他知道 是侯卫东来了 房门打开的时候 侯卫东就看到了一张 妩媚的俏脸 略视的长发 胸前还有一抹淡淡的水渍 你呀 昨晚也不来陪我 真是娶了媳妇 忘了朋友了啊 李京话一出口 吓了侯卫东一跳 要是这句话被张小佳听到 自己真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他赶忙转变话题 我听说张总喜欢打猎啊 这事儿 你帮我联系了没有 李京就和侯卫东一起 来到了张慕山的房间 张总啊 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跟卫东 陪你到上青林打猎去 一听打猎 张慕山顿时来了精神 哎呀 提起打猎 我心里就痒痒啊 只是这土枪打起来 太没有味道了 现武装部里有武器库 我们去弄几只 五六十半自动步枪怎么样 这样打野猪才有味道啊 提这个要求 他还是有把握的 因为上一次在临江县 县里就让武装部出了枪 一群人到云山上去打过猎 侯卫东没有想到 张慕山会提出这个要求 他很为难地说 哎呀 这枪支管理得很严呢 张慕山有意地为难侯卫东 我们国家对枪械控制得极严 但是县委出面 武装部还是会支持的 如果拿不到步枪啊 那就甭打了 我就回领夕了 还有一大堆的事呢 那 那我去问吧啊 等到侯卫东离开房间 李京笑眯眯地问 张总 上次说好的事情 你可别忘了啊 嘿嘿 李京啊 进攻集团成立不久 虽然只是一个分包项目 量也不小啊 你如果坐不下来 那可要考虑按约定赔偿啊 侯卫东找到了综合科的刘涛 这种事情 刘涛哪里敢决定啊 他把侯卫东带到了县委办公室主任 纪海洋的办公室 纪海洋是进了县委常委的办公室主任 在常委中排名虽然靠后 说话却很管用 他骂了一句 这些老板 他以为有了钱就了不起啊 真是的 还想用五六十股枪啊 你怎么想起带他去打猎了 侯卫东连忙解释 我的意图主要是想把张总啊 请到上青林实地看一看 这次到上青林 除了你还有什么人呢 纪委的杨大金主任 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纪海洋想着想 你坐一会儿吧 动动枪械是大事 我得跟祝书记回报 很快纪海洋就回到了办公室 哎呀 祝书记特许了 不过要由武装部军事科的同志 全程陪同 确保安全 祝言如此爽快地答应了此事 反而给侯卫东增加了心理压力 他也在心里骂道 这狗日的资本家 给你一点阳光 还真的就灿烂起来了 动用武装部的枪械 那可是难上加难的事 可是俗话说 老大难老大难 老大出面就不难 有了县委助书记的指示 武装部军事科一个科长和三个参谋 全部出动 开了一辆越野车 很快就来到了一阳宾馆 打猎的车队一共是四辆 一辆是带枪的军车 一辆是侯卫东的皮卡车 还有一辆是张牧山的专车 刘涛与纪委的大金主任 坐着桑塔纳 到了望日村 村之书赫和全带着村委几个干部 早就在办公室等着了 见到车队过来 几名村干部就迎了上来 侯卫东就将赫和全 介绍给众位来宾 赫和全专门买了一包红塔衫 等到张牧山等人下车 他就轮流着发烟 在赫和全的心目中 红塔衫那就是最好的烟了 因为是侯卫东要来 所以他才狠心地跑到了 上青林厂镇 买了厂镇里最好的烟 张牧山的车上 还有他的随行秘书小甲 他也是烟密 不过他抽烟是讲情调的 只抽三五拍 对国产的红塔衫不屑一顾 当赫和全递了一支烟给他的时候 他摆了摆手 我不抽烟 张牧山对这位脚上 还带着泥土痕迹的织布书记 很有几分亲切感 他接过赫和全递来的烟 自顾自点上 抽了一口 哎呀 赫手机啊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啊 赫和全当农村干部多年了 察言观色的本领也不差 他看得出来 张牧山是大人物 就含厚地笑道 哎呀 侯镇长的朋友 都是贵客 我们平时想请都请不来呢 几个村干部就围在侯卫东的身旁 他们中的两个人买了大车 专门给狗贝湾拉货 见了狗贝湾的正宗大老板 自然是亲密无比啊 当几位穿着迷彩服的军人 提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出现在这几位村民面前时 这几位长期手握土枪的猎手 被镇住了 看着保养极好的枪身 他们不自觉地咽起了口水 侯卫东说道 老贺 你带路 我们上山打练 在几位村干部的带领下 一行人就朝着深山走去 上青林的森林保护得极好 山高林密 在林中穿行 鸟叫声不绝 走进了密林 张牧山接过一杆步枪 他持枪动作标准 几个艳枪动作也极为利索 严肃的军事科长 脸上的神情这才松了下来 张总 当过兵啊 七二年的兵了 在部队 我还用过这种枪呢 张牧山说着拍了拍枪身 兴致很高 这枪虽然老了点啊 可是精度高啊 射程也不错 我喜欢 今天要是能打到一头野猪啊 咱就找一户农家 现杀现吃 想想口服 侯卫东在小时候 跟着父亲侯永贵打过手枪 可是从来没有摸过步枪 本想也打几枪过过瘾 可是看到几个参谋紧张的样子 话到口边 又缩了回去 李青 侯卫东 刘涛 杨大金都没有枪 就跟在队伍的后面 山林越来越密 路也越来越难走 李青虽然性质很高 体力却跟不上 侯卫东就牵了他的手 两个人就成了队伍的尾巴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前面传来了吆喝声 随后就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 哎呀 不会用步枪 真是没面子 侯卫东的身上也流着男人的血系 听到枪响和喊叫 就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而李青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想法 他一只手插着腰 另一只手从侯卫东的手中抽出来 不断地扇着风 哎呀 歇一会儿吧 他的脸上汗水不断 又有不知从哪里沾上的黑色的痕迹 顿时成了大花梦 他看到侯卫东不服气的神情 就说 哎 领西啊 有个射击俱乐部 下个星期我带你去 找个好教练 很快就学会了 听到前面的枪响 刘涛和杨大金早就按捺不住了 跟在军事科的几个干部身后 朝林子里钻去 侯卫东要照顾李青 就落在了大队伍的后面 只听见前面凌落的枪声 回荡在森林里 为了打猎 李青做好了准备 可是山上草身淋密 他的胳膊上还被茅草划了好几条口子 晶莹的血珠挂在白净的皮肤上格外的醒目 虽然不太疼 可是看起来很是吓人 哎呀 算了 我不走了 侯卫东不能丢下李青 他见大队伍走远 就干脆的说 那就别走了 他们带着真家伙 拉开距离以后有被误伤的可能呢 李青坐在了一根断树桩上 用嘴巴吸吮着手臂上的鞋口子 此时他不再是精明的李总了 纯粹就是一位参加春游的大丫头 侯卫东背着军用水壶 这是以前在上青林下村时准备的装备 绿色的外漆剥落了几个小块 他羊头喝了一口痛快之至 又喝了几口 他见李青没有水喝就问 哎 你的水壶呢 我的水壶放在车上没有拿下来 哎呀 谁想到林子里这么热呀 李青确实也渴了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怜香惜玉啊 只顾自己喝呀 侯卫东把水壶递了过去 那你喝 李青接过水壶 但是并没有马上喝 他拿着水壶看了一会儿 哎呀 这种水壶看上去真亲切 我爸爸也当过兵 从部队回来啊 就带了这样一个水壶 他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啊 就喜欢背这种水壶了 侯卫东原本想开开玩笑 说句这是间接接吻之类的话 但是听到李青如此说 这玩笑也就说不出口了 休息了一会儿 侯卫东握着李青的手 两个人慢慢地退出了森林 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 将斑点洒落在阴湿的地面 也洒落在两个人的身上 来的时候还有一股锐气 可往回走的时候 则有点像残兵败将了 两个人朝着村办公室的方向 东转西转 渐渐与来时的小道错过了 下了一个小坡 听到了叮叮当当的水声 随后就看见了一个小水潭 水之清凉 可以看见坛下的细石小草和沙土 四周是天然的石头 被水冲得平滑整洁 哎呀 我要休息一会儿 见了水潭 李青两眼放光 就像小女孩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她坐在水边 把鞋子脱下来 将脚放在清凉的水中 天然的凉意 使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 你站着干什么呀 你坐到这里来 我又不吃你 侯卫东也坐了下来 在李青的要求下 也把鞋子脱下来 四肢脚就放在了清水中 几条销瘦的小山鱼 飞快地游到了一边 不一会儿 又探头探脑地游了回来 哎 你有没有烂脚丫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 在得到侯卫东 肯定的答复以后 李青飞快地用脚踩向了侯卫东的大脚掌 踩中以后又飞快地移开 侯卫东抱负着 他就躲来躲去 这一刻 李青完全扔掉了厚重的外壳 以女人的本色 在大自然中熙熙着 两个人一直闹到衣衫尽尸 这才停了下来 李青的脚 靠着侯卫东宽大的脚掌 望着水塘 突然 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要小孩子呀 侯卫东没有反应过来 啊 什么 以前我跟你说过 这辈子我不会结婚 不过我想要一个孩子 我要借你的种子 我的孩子需要有一个智商情商和身体 都不错的爸爸 李青江借种子说得跟借块橡皮一样 这让侯卫东哭笑不得 哎呀 你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是人人的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李青江身体慢慢地靠了过来 依在了侯卫东的肩上 森林中 小鸟在歌唱 川林的阳光 也在慢慢地移动 微风过出 小草在微晃 甚至 还有若隐若无的薄雾 远处又响起了几声枪响 刺破了他们暂时的宁静 李青坐直了身体 低着头说 哎呀 我好久没有享受过这样单纯的时光了 如果我还想到这儿来玩 你要陪我 回到村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 村办公室只有妇女主任贺小英在留守 看到两个人回来 手脚麻利地将矿泉水送了过来 五点多钟 张牧山一行人 也从森林中穿了出来 武装部军事科的干部们提着步枪 几个村干部 用木棍抬着一头黑乎乎的中型野猪 张牧山的手里 还提着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 刘涛和杨大金的脸上 倒是黑一道白一道的 有点像特种兵脸上 抹着的油彩 见到侯卫东和李青 张牧山呵呵地笑着 哎 你们两个人不跟我们去打猎 肯定是躲到哪里谈情说爱去了 李青白了他一眼 张总只够着自己过瘾 根本就不管我 这句话有奇 张牧山等人听了出来 张牧山再次哈哈地笑了起来 嘿嘿好好好好好 下一次 我一定要注意你的感受 李青微微地称怒着 我不跟你们说了 有了共同打猎的友情 张牧山与赫和权等人也就熟悉了 赫和权对张牧山说 张总啊 咱们先把野物抬到家里去 你在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张牧山意犹为尽 一起去吧 我也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人 以前当兵的时候啊 经常帮着社员杀猪呢 武装部的几个军人借口有事 带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离开了上青林 张牧山 侯卫东 李青 刘涛 杨大金等人 来到了杀猪现场 其实野猪也是猪 除了瘦肉多一些 腥味重一些以外 与寻常的家猪区别不大 赫和权刀法不错 如刨丁一般 将完整的一头野猪 分解成了猪腿 猪油 猪肉 猪大肠猪头 每一部分 都能被人们加工成美味 只有地上的血痕 记录着一场残忍的杀戮 大锅中翻腾的开水 很快就将香气搅动了出来 两只黄色的本地狗 精神抖擞地 在院子里钻来钻去 李青感叹了一句 哎呀 人才是最残忍的动物呢 你看 抽筋扒皮 刀砍油炸 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 张木山听到李青的小资之语 笑着说 这是老话题了啊 自古就有君子远刨除之术 其实啊 这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啊 哎呀 上青林这片森林太珍贵了 这是上天赐给上青林人的财富啊 张木山在纪委杨大金主任面前 只字不提水泥厂 反而大谈旅游业 旅游业是新兴的产业 能拉动交通 旅馆 餐饮等不少行业呢 现在不少地方啊 都号称打造旅游城市 但是真正品质绝佳的旅游项目 少之又少 多半是人造景观 哪里比得上这片森林啊 张木山说着 指着远处的森林 杨主任 我想在这片林子里 造一个大型狩猎场 就叫旺日狩猎场 天然蜜林 原汁原味 推出去以后啊 肯定会成为旅游精品的 杨大金一直从事工业项目 对旅游业没有了解 也没有兴趣 只是见张木山这么兴致勃勃 也就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好听我